每个人的晚年都充满了挑战与磨难 与时间赛跑 与健康抗争 以及养老所带来的困惑和压力 都使人对死亡的恐惧愈发强烈 养老问题实属棘手 老年人皆知 养老之路必须备有三样珍贵的东西 养老金、伴侣相伴、身体健康 然而老伴可能会先你而去 健康状况也逐渐失位 因此晚年人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在即 而是在生命的尽头失去自立能力 只要能够自主活动 晚年生活可以过得充实而愉悦 但一旦失去自立能力 无论财富多寡 都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对于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 过度治疗只会加重身心双重的煎熬 想象着自己身上插满各种管道 成为医学研究的对象 这种景象简直是对身心的双重折磨 有人曾经说 当我无法自立时 我宁愿自己离开 不给子女带来麻烦 然而 首先我国不允许安乐死 其次 这会给家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竭尽全力 去救治和照顾亲人 明明还有可能让亲人继续活下去 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 都不赞成这种自杀行为 既然好死不如赖活着 那么当老人确实到了无法自立的时候 该如何度过余生呢 依靠子女吗 然而子女也需要挣钱养家 何况久病床前无孝子呢 这些话或许显得粗糙 冷酷 但这是现实问题 睿智的老人通常会做出类似的选择 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宋大爷 今年已经76岁 而他的老伴却已经离世 宋大爷其实前几年身体还算不错 每天都和老伴一起出去锻炼 参加各种老年活动 锻炼的颇多 心情舒畅 自然身体也健康 可惜三年前 老伴突发心梗去世 原本以为至少还能共同度过十年的时光 宋大爷难以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陷入了沉郁之中 独自生活了一年 身体便渐渐垮了 行走都变得摇摇晃晃 需要他人的搀扶 儿子接他去 自己家住了一小段时间 但宋大爷觉得自己在那里待不下去 儿子家本就不宽敞 他一去 孙子就得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住 自己只能在小书房里搭张行军床 孙子虽然没有抱怨 但宋大爷明白 不能一直让孙子这样睡下去 而且他行动不便 几乎所有事情都得依靠儿子 儿子不在时就得靠儿媳 老是让儿媳扶着自己进进出出 帮自己穿衣洗脸 太不方便了 儿媳心里也会感到不适 当然 儿子和儿媳都十分孝顺 从未嫌过老父亲有任何麻烦 然而 有一天 宋大爷无意中听到孙子提到 要自己外出租房居住 这让他内心感到一阵难过 孙子刚刚大学毕业就开始工作 工资并不高 还需要负担房租开支 作为爷爷 宋大爷心中过意不去 于是他先是与儿子和儿媳商量 提议如果孙子要外出居住 何不搬到他们家来住 相当于他们爷孙俩交换住处 一家人都觉得这个安排很合适 于是孙子便搬到了他们家中居住 然而 过了一段时间 宋大爷又开始觉得这样安排并不妥当 他意识到 儿子和儿媳都已经五十岁了 一直照顾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实在太过辛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 儿媳妇肯定会产生怨言 再者 将自己的居所搬到他们家 将孙子赶出去 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 于是 宋大爷在老朋友的建议下 决定前往养老院 然而 优质的养老院费用颇高 鉴于他行动不便 需得到更多照料 因此 每月需支付四千多元 几乎耗尽了他的退休金 于是 宋大爷决定将自己的房子出租 这套两居室的老房子 每月租金为两千元 使宋大爷每月可获得两千五百元的零用钱 这笔钱可供自由支配 使他的生活变得稍显宽裕 儿子一家经常去养老院看望他 给他购买一些营养品 并主妇护工 宋大爷在养老院的居住 并未受到怠慢 李婆婆 八十岁 而其老伴 则年长两岁 已八十二岁 他有两个孩子 但似乎两者皆不太可靠 女儿远嫁他乡 无法照顾自己 而儿子则不太孝顺 几年前 儿子曾向李婆婆索要房产 但遭到拒绝 随后留下恶言 表示不会赡养他 李婆婆与老伴再婚后 居住在李婆婆名下的 一座古老房屋里 由于女儿常年在外 照料母亲的责任 主要落在儿子身上 因此儿子提议 将房产过户给他 以便他能更好地照顾 李婆婆的养老需求 然而 李婆婆心怀顾虑 并未答应 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女儿 后者表示 对未来房产归属并不在意 因为他认为自己 并未尽到照顾母亲的责任 因此无权争夺房产 然而 如果现在就将房产过户给哥哥 一旦他无法尽到孝岛 或者提前变卖房产 那又该如何应对 毕竟 李婆婆与老伴的居所 将何去何从 李婆婆深知 儿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房产过户 是担心他会将房产一部分留给老伴 此外 儿子早日获得房产 还可将其变卖 用得来的钱 为孙子购置房产 虽然李婆婆本意是将房产留给孙子 但她意识到自己仍然健在 因此对于儿子的急迫行动和频繁要求过户 不得不思量女儿提出的可能性 然而 儿子却以此事威胁他 不愿为他提供养老保障 去年 李婆婆不幸摔倒 导致只能依赖轮椅出行 甚至无法自如上厕所 由于老爸年纪大 无法扶起他 令人心痛的是 儿子对此默不关心 竟然提出了将房产过户的要求 要么过户 他照顾 要么李婆婆自己解决 在社区协调无果后 李婆婆决定聘请住家保姆 来照顾他们劳两口的生活 考虑到他们年事已高 行动不变 社区也承诺定期上门家访 鉴于住家保姆工资较高 无法亲自照顾李婆婆的女儿 也答应分担部分费用 每月住家保姆工资为 三千五百元 其中李婆婆出两千元 女儿出一千元 老伴出五百元 至于生活费用 劳两口按照以往的方式分担 为了解决儿子对房产的担忧 李婆婆决定立遗嘱 将房产留给孙子 从而消除儿子担心 后爸和妹妹争夺房产的疑虑 如此一来 儿子再也没有理由不照顾母亲了 王大爷 年过七旬 孤身一人 无后四 难兴 他奔波于外打拼 跋涉多方 未能安家立业 未能寻觅到伴侣 尽管有几番情意绵绵 却都无疾而终 万年之际 身体日渐不适 七十高龄 却已激进不堪重负 缺乏子嗣的孤独老人 心中涌起一丝惶恐 幸而国家福利盛 对待这样的老年人 社区有周到关怀 将他送入养老院 然而 公办养老院的条件 又能有多好呢 他这位行动不便的孤寡老者 在那里恐怕无法享受到贴心的照顾 他目睹了一些孤寂老者 在那里过得苦不堪言 心生畏惧 害怕自己也会孤立无援的离世 王大爷有一个堂哥 堂哥家中有子女 王大爷深思熟虑后 通过村干部 向隔壁村的堂哥 表达了自己想与其家庭同住的意愿 他并非要白吃白住 打算用自己的一点积蓄 以被看病之虚 但愿意每月向堂哥提供生活费 同时将国家发放的补助 全额拨给堂哥家 他为自己现居之处制定了遗嘱 规定在他去世后 房产归属于哪位侄子 由他决定 村干部作为见证人 见证了王大爷与堂哥家签订的协议 有了房产的诱因 侄子们都愿意照顾王大爷 于是便产生了选定继承人的难题 村干部提出了一个建议 让三个侄子轮流每人照顾王大爷一个月 三个月后 王大爷在从中选出一个最适合照顾自己的侄子 并制定遗嘱 在王大爷未来的生活中 村里会定期派人探望 检查侄子对他的照顾情况 以防侄子为了尽快获得房产 而对王大爷态度不好 虽然怀疑亲戚是不对的 但人心隔肚皮 立自当头 谁也不敢对谁百分百放心 于是 王大爷以房子换来了侄子的照顾 还有了堂哥的陪伴 生活也不再寂寞 王大爷觉得很值得 人老了 真的很难 即使身体健康 也要未雨绸缪 到了一定岁数 就要把晚年的事宜全部安排好 不要等到时候再说 意外总是说来就来 没有准备 措手不及 能让人崩溃 尽量给自己多存一点钱 需要麻烦别人时 讲感情伤钱 但谈钱却不伤感情 关键时刻 钱才是最有力的依靠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存钱 居安思危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 不想考虑将来的事 老去 有时候就是眨眼间的事 尽量保持和亲人联系 不要对养老院 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 当人年纪老到无法自理时 你会发现再花多少钱在养老院 也不一定能过得好 毕竟雇佣关系是冰冷的 无论是雇住家保姆 还是住养老院 只要亲人偶尔来探望一下 关心一下 老人的生活会比完全没有亲人照顾 要好得多 退休后 没有朋友 不想合群的人 都体现了这两种心理 心理学大师阿德勒说过 人的一切烦恼都来源于人际关系 在中年的时候 我们忙着工作 应酬和同事相处 一边厌恶一边接受 毕竟 中年人要活得更好 就得从群体里获得利益 不能单打独斗 退休之后 与人打交道 就不存在利益交换的问题了 因此舍去所有的社交 看起来合情合理 现实却告诉我们 不管多大年纪 你都不是一座孤岛 进入老年 需要面对生老病死 还要发挥余热 找到自己的爱好 医院 银行 菜市场 公交车 小区等 这些地方 不仅要去 还要与人交流 若是你发现 自己没有一个朋友 很不想合群 说明自己的心理 存在一定的缺陷 需要主动改变 一 投射效应 总是以自己为中心 将自己的特点 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 就是投射效应 具体来说 就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感情 想法 决策 特点等 投射到他人身上 若是他人不接纳 就强加于人 总是在推济及人 你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就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要做好事 遇到算计你的人 觉得全世界的人 都是互相算计 演员蒋立文写了一篇文章 老爷 文章中有个小故事 他很小的时候 住在一个大杂院里 大家共用一个水龙头 有一天 他的剪刀不见了 到处找都没有发现 于是 他开始猜想 到底谁顺走了剪刀 经过观察 推断 对平时社交的分析 他把顺走剪刀的对象 锁定在李大娘身上 李大娘 平时和他沟通很少 冷冰冰的 但是最近显得热情了 比较反常 也可能是 做贼心虚 一群人围着水龙头的时候 他故意大声说 我们家的剪刀不见了 说完 他偷看李大娘的表情 居然是很紧张的样子 这样看来 他的判断肯定是对的 老爷听到他的话 就将他拉到房间 掀开了被子 原来 老爷缝补被子后 顺手把剪刀 放在被子下了 诶 主观一段的坏处太大了 并且自己的判断 多半是错误的 高尔基说过 在一个人感到自己 是别人注意的中心时 他的头脑会很像样的膨胀起来 妄乎所以 妄自尊大 退休之前 也许你是单位的上司 下属都围着你转 也听从你发号施令 你是普通员工 但是你的亲戚朋友会认为 你很有本事 因此把你捧得高一些 这就是促使你变成了 忠心 退休之后 你是普通人 但是思维还停留在 忠心 不愿意放下架子 从而 你要么高不可攀 要么自以为是 而别人却打心眼里 不会高看你 人际关系 就因此崩塌了 别人的言行举止 并不会以你的意志而转移 千万不要一厢情愿 正确的做法 持续提升自己 形成磁场 并且与别人的磁场 有相交的地方 彼此吸引 平时 注重和人沟通 平易近人 有什么疑问 可以坦诚地说 而不是猜忌 让别人来猜想你的思维 对于生活中的智者 你还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对方的言行 就知道其合理性了 接纳别人 也就容易多了 二 习惯性反驳 反复拒绝别人 在交谈中 我们常常冒出 没有吧 不对吧 我觉得你错了 之类的话 并且 你会为自己的判断 进行辩解 就算狡辩 也要自圆其说 作家王蒙说过 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 言语上高人一等 是在破坏人际关系 习惯性反驳的人 就像随时亮出自己的 锋芒 导致别人很不舒服 看过这样一句话 你若是做仙人掌 那就得生活在沙漠里 仙人掌一样的人 很容易被边缘化 然后就不得不去荒漠 独自待着 我的三大爷 反复翻看了小说《西游记》 家里的孩子 也很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 孩子们认为 孙悟空没有 本事 遇到困难 就去请观音 三大爷说 不是孙悟空没有本事 是他遇到了太慈悲的上司唐僧 孩子们被三大爷说教了一番 然后一晤而散 显然 对于三大爷的认知 孩子们是不认同的 作家罗素 写过这样一句话 只有玫瑰和茉莉一起绽放 这个世界才会有 参资多样的美丽 每个人都有风亡 但是不要亮出来 你是玫瑰 但是不要妨碍茉莉开花 你是蜜蜂 尽管彩蜜 不要伤害花瓣 你是金子 闪闪发光 但是不要妨碍路边的电灯 与人交谈的时候 应该遵照 梅拉宾法则 七百分号的语言 手势 语气等 则占了百分之三十八 肢体动作占百分之六十五 少说 多听 积极行动 把握三者的作用 你的人缘才能变好 别人开口的时候 你认认真真听 表示对人的尊重 你开口的时候 简明恶药 别带有攻击性 常常帮助别人 坚持做好自己 大概率会变成 温润如玉的人 三 人不仅要在城里 和一群人住在一个小区里 更要融入到社会 才不会显得孤独 否则 你站在人群里 到处都是陌生人 还被人排挤 日子就很不好过 始终要记住 人去适应环境 而不是环境适应人 退休了 不刻意讨好谁 也不强求朋友 坚持做一个和气的老人 珍惜缘分 得知我退休金只有两千元 儿媳甩着脸 让我继续打工 我说 巧了 不行 不行 老人年纪大了 我们领导说了 超过七十五岁就不要了 要不我把他带来给你看看 别看我婆婆七十岁了 她身体可好了 浑身都是力气 早上我出小区门 经过保安室 看到一个中年妇女 在跟保安商量 原来小区里 招保洁员 就是打扫卫生的人 明确要求七十五岁以上的不要 可这个中年妇女 硬说自己的婆婆身体好 还让人家先看看人再说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 她的婆婆在哪里 知不知道她的儿媳 要把她推出去打工 可我触景生情 因为前阵子 我也遇上了同样的事情 我叫王云 是绣品厂里的一名员工 我的身世很可怜 从小丧母 父亲是农民 就靠着一点田养活我们 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 考虑到生计 我初中毕业 就没有再上学 而是托人进了一家 绣品厂上班 后来我遇到老公 我们两个人勤俭持家 日子虽然过得苦一些 但是勉强还过得去 我们的儿子从小听话懂事 读书也不错 后来还考上大学 我心里特别欣慰 可就在我四十五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却中风了 这些年老父亲一个人生活在乡下 我的妹妹远嫁在外省 平时很少可以回来 弟弟夫妻俩为了挣钱 也在外地做生意 好在老父亲身体不错 我平时带着照应着 日子也过得去 可父亲一下突然中风 大家心里都慌了 思来想去 把外省的妹妹喊回来不可能 如果让弟弟回来 他们一家就断了生计 我觉得也不现实 于是我毅然把老父亲 接到自己家里 好在老公心地好 他也支持我 要说这些年 我真的很累 白天我要上班 中午休息的时间 我要赶回去 给老父亲做饭 下了班我就急匆匆赶回家 照顾父亲 老父亲身子重 不能自己用力 每回我给他洗澡 或者擦身体 我的腰半天都缓不过来 别看老父亲虽然中风了 但是他什么都知道 他总是很配合我 有时不自禁地流下泪来 我知道他是愧疚自己 拖累了我 我安慰父亲 我是你的孩子 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 再说了 你女婿对你也很好 你就放心在这里住着 弟弟弟媳那几年 虽然不常回来 但是经常跟我保持联系 弟弟要给我辛苦费 我没肯要 弟媳总是寄一些东西过来 吃得用得一大堆 弟媳把话说得实在 大姐 我知道这些年 我们夫妻能在外地 安安心心做生意挣钱 都是你给的福气 我们夫妻心里一直很感恩 我劝弟媳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们家两个孩子负担重 我照顾父亲 你们就放心吧 父亲去年年初 很安详地离世 我把弟弟妹妹喊回来 给父亲办了体面的后事 今年我儿子结婚 未来儿媳说 婚后不愿意跟我们住一起 我跟老伴狠狠狠心把家里的积蓄四十万元都拿出来 给他们副首付买了房子 接着又是给彩礼 办婚礼 所有的流程 都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俩 都按照我们这里的习俗办事 也算我们尽了心 特别是我弟弟 在儿子结婚那天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红包 后来我才知道 里面竟然有六万元 这钱在儿媳那边 我就想让儿媳退给舅舅 我说舅舅这些年挣钱不容易 可儿媳说 妈 你可别辜负你弟弟的一番心意 儿媳后来收下了 我心里有些说不上来的感觉 一来我觉得这钱不该拿 在这弟弟家两个孩子 以后等他们结婚 我又该给多少呢 可这钱自从进了儿媳的口袋 就一直拿不出来 他只顾着拿钱欢喜 却不愿意体谅我们做父母的 今年年底我也算正式退休了 其实我心里早就盼着了 我从18岁参加工作 已经工作30多个年头了 这些年我要上班 又要带孩子 还要照顾两边的老人 我身心俱疲 再加上这两年也添了一些慢性病 腰也不好 腿也不是很利索 我就想着好好休养 老公还说得好 他对我说 辛苦了一辈子 你就在家歇歇吧 等我退了休 到时我们手里有些钱 我就带你到处旅游去 你可要养好身体啊 有了老公的这番话 我心里一下又激动起来 我家虽然也不是大富大贵人家 可如今儿子已经结婚 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退休金虽然只有2000元 可老公还在上班 以后他退休了 退休金自然比我高许多 只要我们好好规划日子 也不发愁 再说了 自从儿子结婚后 他们小夫妻不愿意自己开火 还是每天来 我们这里吃饭 退休后 我就安心在家收拾打扫 给大家做做饭 本以为我这样的打算 已经很好 可谁知一次饭桌上 我说了我的想法后 儿子大力支持 儿媳却不说话了 儿媳后来跟我说 她的同事怀孕了 她那个婆婆 先是奖励了 她一个两万元的玉镯子 后来又是燕窝海参 这些营养品 还提前把月子中心的钱 给交好了 我以为儿媳同事的婆婆家 很有钱 可她却告诉我 她婆婆早就退休了 一个月不过3000元不到 我没多想 就直接问了一句 那她那个婆婆 怎么那么有钱 儿媳看着我说 妈 她婆婆心疼儿子 儿媳压力大 自己跑去人家 做保姆去了 给一户人家照顾老人 那个老人90岁了 她家人一个月给8000元 我同事的婆婆自然有钱了 原来是这样 后来我再想想 儿媳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终于一天饭桌上 儿媳再次提到我退休后的事 儿媳说 妈 我现在还没孩子 你刚退休人也清闲 要不这样吧 我们单位正好在招保洁 我跟我们领导说一下 你肯定录取 一个月3000元呢 我听了没有接话 老公抬头看了我一眼 也没有说话 儿子忍不住说 我妈都说了 她退休后 不打算出去工作了 要在家好好休养 儿媳突然白了儿子一眼 狠狠地说道 那你有钱养孩子吗 你知道养一个孩子 从怀孕到养大 要花多少钱 不靠老人 就靠我们自己 谁养得起 你吗 儿子被儿媳对得无话可说 接下来一周 儿媳反反复复跟我 商量 这是还说 他们领导催得急 让我去报道 我问儿媳 你们单位要几个 儿媳说 招三个人 我说 巧了 亲家母不是也是 今年马上要退休了吗 到时咱来一起去 还有个伴 儿媳听我这么说 直直吾吾说 她妈妈身体不好 又有老人要照顾 我听了一耳朵的理由 老伴在旁边说了一句 既然你都不舍得让你妈妈去 为什么非要逼着婆婆去呢 儿媳不再说话 因为这时 我自己一个人难受了很久 我想不明白 为了子儿媳 我付出那么多 为何他们还不满足 后来想想 真的不能过多地指望子女 还是要降低对他们的期待 既然我对他们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我就该放平心态 以后过好自己的日子 虽然我一个月退休金两千元 可老伴还在上班 一个月有六千元 我们两个人合理安排生活 以后也不发愁过日子 至于儿媳 通过这次 我也算彻底看清了她的嘴脸 儿媳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不心疼我们 以后我也就对她 没有任何期待了 想想也是 人到了任何时候 关键还得靠着自己 一个人 能不能大气晚成 十有八九 需要这些条件 人生就三种模式 要么大气早成 要么大气晚成 要么一生无成 大气早成的人 基本三十岁之前就成功了 像这样的人 少之又少 基本都是天之骄子 没有各种资源 天赋 背景的帮助 哪有可能大气早成 大气晚成的人 基本到了中晚年 才能成功 像这样的人 数量上比前者多了一点 有了各种积累的人们 在成功这件事上 概率会比较大 至于说一生无成 那就是云云众生的常态了 既不能大气早成 也不能大气晚成 不就只能一辈子平平庸庸 毫无收获了吗 身为普通人的你我 基本都做不到大气早成 但我们可以尝试大气晚成 当然了 所有的大气晚成 都是有条件的 一个人 能不能大气晚成 大概率需要这些条件 条件一 阅历 对于行业 人心的经验 有名人提出过一个观点 为什么无数富人都怕死 因为富人知道 哪怕下一辈可以投胎 也很难混到这辈子的地位了 某些经验 是很难积累的 什么是经验 我们可以理解为 一个人的阅历 以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阅历和认知 比黄金还要宝贵 有金银珠宝 而没有任何的阅历 认知 那金银珠宝就守不住 有阅历 认知 而暂时没有任何的金银珠宝 那他奋斗一段时间 基本就得偿所愿了 阅历这种东西 不是我说几句 他说几句 就能够得到的 而需要一个 长时间积累的过程 无数普通人 要到了四六十岁 才能活明白 这个行业如何 有什么潜规则 需要你有阅历 才能明白 这个江湖的人性如何 能不能利用人性赚钱 也需要你有阅历 才能玩得透 多积累经验 多接触不同的事物 这是有所成就的基础 条件二 执行力 既能决策 也能高效施行 网络上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无数谋士 仅仅只能当谋士 而无法当老板 谋士需要的 是出点子的高智商 而老板需要的 是决策和施行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执行力 在关渡之战 谋士田丰和许优 给主公袁绍出主意 袁绍犹豫不决 还慢别人一拍 缺乏足够的执行力 所以许优跑路 袁绍大败 田丰和许优 做到了他们身为谋士的本分 但袁绍 没有做到身为主公的本分 以至于曹操笑话袁绍 色力胆薄 好谋无断 干大事而牺牲 见小力而妄命 非英雄也 大气晚成的人 基本都经过了 长时间的基层磨练 有着当机立断的性子 这种性子 就是底层打拼上来的 脾气 白手起家的中年人 十个有九个都存在脾气 脾气跟执行力 是密不可分的 条件三 人脉 做任何事的凭借 西汉初年 有一丞相 陈平 就是陈平盗扫 的男主人公 按道理说 这家伙道德败坏 没啥原则 为什么他能继萧和 曹参之后 成为大汉的丞相呢 两点 首先 胸怀涛略 其次 很有人脉 刚来到汉家阵营的时候 陈平就跟各位将军往来 不仅有金钱利益上的往来 还有人情事故上的往来 所以各位将军对陈平的印象 都很不错 汉高祖刘邦在世时 就问陈平 你到处积累钱财 是有什么企图吗 陈平回应 大王需要争夺天下 需要本钱 陈要为大王做事 也需要本钱 虽然说 陈平此人没啥道德 也没啥底线 但他很聪明 也很会做人 所以赢得了无数人的信任 拥有了人脉的他 不就做启示来 如鱼得水 了吗 条件四 资源 你拥有什么 你就能走到哪一步 资源这种东西 分为两类 一类是金钱 物质 人脉资源 另一类是个人的本事 在商朝末年 有两位老人家相遇了 江子牙和姬昌 按道理说 这两位老人家 也就只能伤春悲秋 等待死神降临了 为什么他们 还能一起做大事呢 江子牙拥有的 是个人的本事 而鸡昌拥有的 是金钱 人口 土地 士族等物质资源 双方一拍即合 自然就相互成为贵人了 没有钱 就需要有本事 没有本事 就需要有钱 没钱而有本事的人 找到有钱而没本事的人 自然就相辅相成 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了 为什么大气晚成强调的 是中晚年的成功 打拼多年 总需要有所积累 要么积累本事 要么积累钱财 两者 终究要占一点 当然了 最好既有才华 也有钱财 但这样的人太少了 普通人 能二选一 就不错了 奉劝那些 进城帮子女 带娃的老人们 别做这四件傻事 以免晚年凄凉 随着现在的生活压力 越来越大 很多年轻人 都习惯性地 让父母来帮忙带娃 顺便帮他们料理家务 尤其是那些 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在城里落脚了 要忙着工作挣钱 又要照顾孩子 和打理小家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 这时候 他们都会选择 把乡下父母接到城里 让他们帮忙分担一下 虽然说 农村老人进城帮子女带娃 在当下是一件很正常 也应该做的事 但还是想奉劝那些农村老人们 在去城里帮子女带娃时 别做这四件傻事 以免晚年凄凉 一 别放弃农村的一切事物 要留条退路给自己 人人都觉得 在城里生活 不管是交通 医疗 还是日常生活 都会比农村好百倍千倍 因此 当子女需要帮忙带娃时 很多老人都会很欢喜 且非常愿意 一来是想帮子女 二来也是想去城里 好好享受 其实 有这些想法 都是很正常的 现在城里要啥有啥 农村有的 城里全都有 而城里有的农村 未必就有 但是 进城帮子女带娃再好 也建议大家 不要完全放弃农村的一切事物 就算以后真的待在城里养老了 农村家里的一些事物 也应该好好留住 比如老家的房子和田地 千万不能荒废 去城里带娃时 也要好好维护好自己的老屋 即使不想住了 也要时常要回去看看 哪里破了 哪里腐朽了 也要好好修一修 老家的田地 也一样 你不耕种了 也不能烂在那里长草 现在农田荒废 就会被收回 到时候老了还想回来种地 那就想买 也买不到了 离开农村时 建议把农田租给村里人 甚至直接免费借给村里人耕种 只要不荒废 一切都是值得的 还有老家的人情往来 也不能断了 尤其是红白喜事 一定要积极维护好 人回不来 但理应该到位 这世上最容易断的是人情 但同时最难找回的 也是人情 现在的社会 谁也无法预料 未来的日子 会不会按照 我们所期望的进行 凡是留条退路给自己 才是最好的 当我们老了 在城里待不下去 想回到老家了 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至于要啥没啥 什么都得重新来过 二 别为子女孙辈掏空老本 老了手里有钱 才是根本 虽然说现在的年轻人 生活压力大 哪哪都需要支出 但年轻人的压力再大 老人帮忙出了力 就不要再出钱帮子女了 可以在子女困难时 适度接济一下 但千万不要掏空老本地 贴补子女孙辈 这不是教坏老人们要自私 要怎么无情 而是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再大 也不及我们晚年养老时 却没钱的压力大 当我们老了 病痛就会随即而来 人一病 或渐渐不能自理 一切都需要靠钱来支撑 如果我们早早把老本 都给子女孙辈掏空了 那晚年从哪里获得养老呢 有人会说 靠子女 但现在的子女 又有几个会全心全意赡养父母 而且就算子女孝顺 老了过着掌心向上的养老生活 要点都得向子女伸手讨要 这日子能过得舒坦吗 对于城里有退休金的老人来说 这方面的担心可以减少一点 毕竟老本没了 还有越越不断的退休金支撑 但对于农村的老人来说 他们没有退休金 如果还把老本都给了子女 老了一点积蓄都没有 那晚年生活就会过得凄凉 且身不由己 三 别插手孩子的教育 老子教孙子 一教就错 现在的老人带起孩子来 都是喜欢插手孩子的教育问题 总觉得自己有经验 带过几个孩子 也觉得孩子是自己亲孙 自己教孩子再多 也是为孩子好的 而不会害孩子的 可往往 可往往很多老人却不知 一旦插手了孩子的教育 就会和子女产生很大的矛盾 而且有些矛盾会一直存在 伴随我们一生 我的姑姑 八年前放下家里的农活 去帮我表姐带满周岁的娃 原本表姐是想让姑姑帮忙带孩子 带到七岁上一年级的 可我姑姑带了两年不到 就被我表姐赶了回来 其中原因不是我姑姑懒 也不是我姑姑不愿意带 而是姑姑过度插手了孩子的教育问题 让我表姐忍无可忍 表姐想着孩子日后在城里上学 普通话很重要 就想让孩子打小说好普通话 姑姑觉得农村出来的孩子 老家话不能忘了 就一直教孩子说老家话 表姐说过很多次 姑姑就是觉得她没错 认为表姐去了城里就忘本了 然后偷偷地教 导致小孩学得满嘴老家土话 另外 姑姑也是把曾经带我表姐那一套的方式 也用在外孙身上 把孩子带出去 不管地板多脏 也让孩子满地打滚完 小孩弄得一身脏兮兮的 也不带去好好清洗 尤其是小手脏得要死 还照样让小孩拿东西吃 表姐看到了 就说不卫生有细菌和病毒 可我姑姑却总是这样说 大虫吃小虫 吃了没病 小时候你们比现在还要脏 不也活得好好的 等等 虽然说 我姑姑的一些教育 是真的对孩子好的 但对于一贯 崇尘科学育娃的年轻人来说 老人过去那一套老就思想 已经被淘汰了 甚至被他们判定为 就是不好的 所以 老人在为孩子好 也不要插手孩子的教育 子女要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 毕竟这是人家的亲生的 他们比我们更爱孩子 四 别一直帮子女带娃 要定个期限 避免被子女束缚 老人帮子女带娃 是一种义务 不是本职工作 在小孩还小时 要全身心的陪伴和照顾 对子女来说 是压力很大的 这时候 老人可以帮子女带几年娃 但千万不要一直帮子女带娃 毕竟随着孩子的长大 子女也慢慢会适应 这种养娃的压力 并且 现在的孩子 三岁半就可以上幼儿园了 大部分时间都可以交给学校管理 对子女来说 也没啥太大压力 而这时候 老人们就要选择退出带娃的任务 把这本职工作交给子女 一是我们自己老了 也得好好过我们自己的养老生活 二是子女也该成长 学会自己带娃 所以 老人别一直帮子女带娃 带娃时就要跟子女定个期限 带到几岁就要放手 避免自己整个晚年 都被子女孙辈束缚 成一个免费的家庭保姆 人老了 尤其是对于辛苦半生的农村老人们 养育子女长大 诱助他们成了家后 好不容易到了晚年 就要好好歇一歇 为自己而活 不能一直成为子女的劳动力 也希望广大子女 能换位思考 理解老人的不容易 大爷打了女婿的狗 女婿怒斥 要么道歉 要么滚 大爷 我选第三种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小猫小狗的来当作宠物 但有些人甚至将宠物当作自己的孩子 其实喜爱动物并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动物毕竟是动物 还没有到达跟人一样的情感境界 过分予以动物体面和尊重 却伤害了家人为代价的行为 是不可取的 73岁李大爷 只有一个女儿 已经结婚生子了 原本一直和老伴一起生活 但不久前 老伴去世了 加上大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于是就有了去女儿家养老的念头 刚搬进女儿家里 大爷就打了女婿养的狗 女婿怒斥 要么道歉 要么滚 大爷 我选第三种 73岁李大爷的字数 我原本和老伴一起在我们的老房子里生活 家里只有一个女儿 我也曾担心过以后养老的问题 但看着女儿从小就比较懂事 还是只能把老了以后的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女儿现在有两个孩子 家里很是热闹 老板在世时 我和老伴经常一起去女儿家里待几天 这样的日子也很不错 前两年 老伴撇下我走了 只有我一个人住着 日子就如往常一样 没什么不好的 但我就是觉得生活里缺少了什么 过得也不舒坦 只有见到女儿和外孙们开开心心的在我眼前玩闹着 我才有那么一点安慰 但女儿要工作 外孙们也要上学 陪我没几天 就被女婿接回家了 说到女婿 对我不是特别好 但也不坏 一直就是不冷不热的状态 只要女儿外孙们过得好就行 但日子久了 原本好好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一些毛病 一会是腿疼 一会是腰疼 一会又是肚子不舒服 以前出现这些小毛病 我和老伴要么是自己找一些普通的方法对付着 忍忍就过了 但现在只有自己面对这些的时候 却变得和脆弱 很希望有人能帮着我点 于是我只要有一些小毛病 就找女儿 女儿刚开始觉得我是有大病 就很紧张 也十分关心我 我心里就很高兴 觉得自己还有女儿照顾 很幸福 但后来这些毛病反反复复 女儿也就不怎么关心我了 毕竟女儿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还要管孩子 哪有那么多时间来管我这个老头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前我只会觉得现在的自己矫情 但现在我却不自觉地把自己装得很可怜 来博得女儿的关心 真像个小孩子 慢慢地身体真的越来越不好了 有几次直接站不稳跌倒了 身体好几个地方都受伤了 还有一次是跟睡着了一样 醒来就是在医院里 只见女儿很焦急地望着我 我开始担心害怕起来 以前老伴不在的时候 至少还有我在 但是万一我真昏过去 谁能来管我 除了女儿 于是我有了搬进女儿家里养老的想法 亲家两位老人都在着 目前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还没有住女儿家里去呢 我找了机会 在女儿女婿来家里看我的时候 我很无奈地跟女儿说了 自己担忧自己不在了 都没人发现什么的 一边我观察着女婿的态度 之间全程女婿没有说话 却阴着脸 我不管 反正我是真怕自己 哪天不在了都没人发现 女儿也瞄懂我的意思 说同意让我去家里养老 说到这 女婿眉头就紧紧皱着 一直没有松懈 他们两口子的事 我也管不了太多 女儿同意我搬进家里 于是我就先收拾了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 跟着女儿女婿回家了 一路上感觉女婿对我态度更加冷漠了 就这样 很快就到了家里 刚到楼下 就听见楼上传来一阵阵犬飞 问了才知道 原来是家里养了一只狗 是最近才从亲家那边接过来的 我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 家里就有过好几只土狗 但都是很听话的 我也不懂狗的品种 就是一只白色的毛茸茸的狗 长得不大 但叫声很响亮 一进门 家里就传来一股奇怪的味道 女儿解释 说养了狗就是这样 我心里顿时对狗的印象坏了不少 但这狗似乎是女婿的宝贝 一进门 女婿就被一团白色的狗包围着 狗一直往他身上跳 擦了女婿一身白色的毛 但女婿丝毫不在意 甚至用嘴去亲狗的额头 我一见就忍不住犯恶心 再喜欢狗 也不能用嘴去亲 多不卫生 女婿刚到家 就跟狗玩闹在一起 家里大小事 都是女儿一个人在干 我见此心里有些不爽 直接跟女婿说 让她别一直跟狗玩了 帮着干点事 女婿一脸不耐烦地 接手了一些事 刚开始 我还觉得家里有只狗狗 真的挺好玩的 随时都是一副傻兮兮的样子 跑来跑去的 很有活力 有一天 全家人都去上班的上班 上学的上学去了 只有我一个人和一只狗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狗竟然跳到桌上抢我吃的 我习惯性地用手打一巴掌 狗瞬间就听话了 有儿不敢再这么放肆地来抢我的吃的了 于是我就觉得 狗狗还是可以调教的 又有一天 我先回老房子 收拾了一部分东西过来 一进屋子 就就觉屋子里传来正奇怪的味道 原本以为是窗外传来的味道 没多想就往床上躺 一躺不得了 手直接摸到气气的被子 什么东西 凑近一闻 差点原地去世 很臭 我还奇怪是什么呢 一见到狗 再看看自己房间敞着的门 我就反应过来 是狗撒尿的 我很生气 抓着狗就打了一顿 狗一只呜呜叫着 打了几下 我有点心疼就没打了 希望他能记住这个教训 没几天 我出门去跟老朋友们一起玩 傍晚回家 结果回家 又发现 我我屋子门开着 我记得我原本是关着的 问下班回来的女儿女婿 他们都说不知道 完了 我进去到处看 还好狗没撒尿 但一看枕头窝边 一大坨屎堆在那 顿时全身就被烧起来似的 一怒火直冲天灵盖 我立刻冲出去 把在睡觉的狗拎起来 就是一顿打 狗嗷嗷叫着 不一会 女婿就冲出来 趴得把狗抢走 抱在怀里 安抚起来 一边很愤怒地对我大骂 你干什么 为什么打我的狗 你是不是有病 我立刻回答 他在我床上拉屎 不给点教训 他下次还拉 女婿听了更加生气 谁让你自己不关门的 怪谁 女婿这么说 我火气消了一点 女儿见状 也赶紧出来 劝我和女婿 原以为这件事 就这么结束了 我正准备转身去处理床 身后却传来 女婿挑衅的声音 要么道歉 要么滚 刚消散的怒气 重新席卷而来 我简直气得吐血 反问 什么 给狗道歉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女婿愤怒地点了头 我选第三种 在女婿惊讶又愤怒的目光中 我冲上去 扇了女婿一巴掌 女婿待在原地 惊恐得很 女儿冲上去 安抚着女婿 我转身拿了我的必须品 就什么都没有说 就离开了 我至少是一个老人 不尊重我也就算了 狗在我床上拉了 我还不能教训一只狗了